感谢各位朋友到备胎说车来捧场 祝各位出行平安 顺心顺意 上次我们讲到备胎小朋友 机不择食 无法无天地冲到食材市场去讨身后 时任奔驰大客户经理的备胎 遇到一个一心想买保时捷卡宴的几个老板 心中巨养无比 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上面那集没看的朋友呢 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群体压力四个字 就可以看视频版和文字版了 今天依然想要省时间又想省流量的话呢 那直接回复群体行为四个字 也可以看到本期节目的文字版 那我开始讲了 那上次聊了之后呢 我去打了几个电话 我说这个保时捷卡宴是很好的 但是你这个车子让人看起来 容易让人觉得你是个富二代 形象不是很好 做生意来说感觉比较轻浮 是吧 还是奔驰比较稳重一点 所以我建议你重新考虑一下 因为你买这个车子也不光是自己用 也是要从生意上面有所考虑的 对不对 这奔驰的东西也是不错的 你不妨有空到我们展厅来看看 我给你试试试驾 给你讲一讲或者怎么样 是吧 反正讲了一大堆 这把我的浑身解数全部都用上去了呢 人家结果还是没有买 但正在我一筹莫展苦于销量无法突破的那个时候 这三四五三个厂房的老板他们其中派了个代表 突然之间给我打电话了 北台我们打算过来买五台S300 我以前东说说不动西说说不动 怎么今天你们就突然改变主意了 而且你们三个人为什么一共要五台车子呢 他们说是这样的 上次和那个二号厂房 也就是我那个朋友 一起出去接了个单子 坐了坐这个车子 觉得这个车子的舒适性的确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你那个朋友也是非常的热情 说我靠谱 不停的跨到奔驰 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个怎么好 我们都感觉他都快成了一个销售员了 实在是傲不过他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车子的确也是蛮实惠的 相对来说面子正足了 但也不是那么贵 那么家里人觉得奔驰这个品牌也是比较好的 比较稳重 周围的朋友这么一说终于挡不住了 想想车子也差不多 那就买个好 但刚才那个S300是逗逗你的 我这个心脏都被你弄晕了 你们不要逗我了好不好 你们不买直接说 不要紧的 这样没意思的 不是不买 我们五台车子全部都要买S350 所谓的朋友圈是吧 你买的比人家迟 你自然要买的比人家好 这样才有点平衡 不然话又要被人家说的 我说OK 没问题 五台S350 我给你一个大客户架 批好了给你去买 然后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左右 这陆陆续续的 就把这几台车子全部都交掉了 这件事情之后 我算是和当地的食材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来来回回和他们交朋友聊天 自驾游等等等等的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食材的大门编号 十九 我才买几台车啊 雄心壮志 我要称霸食材市场的 走走走走 继续跑到其他厂房去 做生意去 那么在二号厂房 这个老兄弟的介绍下 我跑到六号厂房去了 六号厂房 他是一个比较特地图形的人 仍然是前面的问题 我要买卡业 卡业好 等等 什么什么什么的 怎么怎么 我们就如法炮制 发动群众梦的威力 是吧 现在更多来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四个厂房 一起去跟他聊 说奔驰哪里好啊 奔驰哪里哪里好啊 各种群策群力 四个政委给你做思想工作 他还是不接受 就是去买了一辆保时捷 卡业过来 我说好吧 这胜败乃兵家之常识 我也不可能每一台车子 都能顺顺利利地卖掉的 相对来说呢 因为我们做销售员 肯定是被拒绝得多 成功的少嘛 对吧 所以我心态还可以 那碰到这么件事情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后再找机会好了 到这2345这几个厂房的老板 他们非常非常的激动 觉得相当相当的没面子 我这么热情的给你介绍这个车子 我自己都买了 你还不相信我 那么好的车子 那么棒的东西 我让你买吧 你就买好了 你是最近没有钱呢 还是你从来没看得起过我 还是怎么样 反而说的是非常的激动 我在边上劝都劝不住了 果不其然 这后面半年啊 这2345厂房 就没有和六号厂房的 一起做过生意 走动都少了很多 我觉得啊 这个买车子买什么品牌 杀伤力这么大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买车子啊 这老公买车子 没有顺老婆的意见 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没想到在这个市场里面 合作伙伴之间 选个车子 还有那么多学问了 这六号厂房的老板 买了个保时机卡宴之后啊 他在这个食材市场里面的人员 也是急剧下降 我这个时候坏脑筋门一动 这不就是杀一惊百的好机会吗 趁着他现在在朋友圈关系 还没有缓和过来的时候 还在被万人唾弃的时候 我赶紧趁着打铁是吧 我冲到其他厂房去了 我再去看看 有没有人愿意买奔驰啊 看你们还敢不敢 再买卡业 敢和我斗 我就这么心里想着美滋滋的啊 一口气冲到这个十二号厂房去了 那边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啦 只要是没有生意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的 这个十二号厂房里面 哦 热闹了呀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全家啊 全部都聚在一起干嘛 唱卡拉OK 我说这个市场里面唱卡拉OK 你不会影响到别人的 把人家吵死的 人家说备胎 拜托 我们做什么生意的 我们做石头的 这个石头围一个房子出来 这隔音多少好了啊 你刚才进我们市场不是也没听到我们在唱卡拉OK吗 哎呀 我算是长见识了 原来石头还可以当做隔音材料来用 我一直以为只有木头啊 鸡蛋棉什么的啊 那么前面各种家常话我就不和大家讲了 我们继续直奔主题 他们呢又是喜欢宝石机卡业的啊 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奔驰忠诚称职的销售员 这是献上了心脏啊 这是恨死了宝石机的卡业了啊 好多我们S级叫车的单子都是被这个混蛋抢了去的 没办法 死口的啊 我也开始想哪里哪里好 讲了一半我想起来不对 我们要用朋友圈的优势给他施加压力的啊 不过碰到这么个情况啊 老板他自己他真的是喜欢S级的 但是家里人都喜欢宝石机卡业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那两个他其实都是圈子啊 而且买卡业的圈子还更亲近一点 都是什么老婆亲戚孩子是吧 其他的还只是生意圈子 我觉得这下是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啊 那又开始找 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等等 群策群力啊 我说咱们把这几个哥们儿一块脱下船 或者怎么样啊 果不其然 这二号就是个人才啊 他组织了一次食材市场的自驾游 而且就是奔驰品牌的自驾游 还跟我们公司联系一下 我给他安排好了啊 有赞助的 赞助什么呢 赞助了我们合作单位的一个免费酒店 两天两夜啊 一个旅行的小福利 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有个条件呢 这只有奔驰车子才能享受这个福利啊 其他车子不行的啊 不能去的 那没办法咯 那这个七到十二的人啊 都特别喜欢玩了 坐着别人的奔驰出去玩了 这坐着坐着呢 我们开始用老套路了是吧 一边坐一边游说 车子挺好的 品牌们不错的 大家都在买 有相信群众的判断是吧 说了老半天呢 之后晚饭吃好了 我就去探了探路 试了试水 我说你们觉得这个车子怎么样啊 他们说车子还可以啊 但是我们家我老婆最大 我们老婆就是要买个保时机卡业 我这个心呢 听得也真是瓦凉瓦凉的 睡得来是 一地啊 没法捡啊 难受都要死 结果这次自驾游呢 也是无功而返 不过怎么讲啊 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总算还是好了点啊 互相讲话 这个沟通也畅快了很多 基本上都是有话直说 直来直去的 我觉得也还可以也不错 那就这么大概过去了两个月 又是突然一个电话 12号厂房的老大哥打电话过来说了 我们7到12号要来买奔驰了 我说怎么了 你们不是喜欢买卡业的吗 他说我们的确是喜欢卡业 而且比原来还要喜欢卡业 大家 这个卡业车子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省略一万字啊 反正那个时候我是相当的讨厌保时机卡业 说了那么多呢 后面加了个但是 我觉得这个但是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说但是我们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单子 生意 我们19个厂房要群体出动 还有联合精华绍兴两个市场的10多家厂房 一起来接这个单子 实无前例的大单子 big deal 那我说好啊 恭喜啊 其实这么大的单子 你买个卡业就不要买低配了 买个高配好了 我们也都是朋友 买卖不在交情在 你真的要去买卡业呢 我去帮你看看车子啊 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团结的圈子 我们要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作风 所以我们决定所有厂房全部买奔驰 到时候就是一个奔驰车队开出去 这样是非常威风的 而且做生意识别度也很高 一看就知道是我们 是吧 你想想 生意是很长远的 这一单呢 虽然是大家一起做 但是后面呢 后面没有那么大单子的时候 人家是先找金华的做 还是先找绍兴的做 还是找骑刷刷的 我们奔驰车队来做 我想也有道理 两个礼拜的时间 全国给他调货 八台S600全部卖掉 听到这里各位朋友 有可能有点乱啊 什么一号厂房三号厂房的到处讲 那么多车子卖掉 怎么讲 只有13号到19号的厂房 最里面我以前懒得走的这几个厂房 一直不为所动 奔驰就是没有买 上次讲的那个集体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硬着脱皮 干脆说 我们自己的车子不开 我坐你们的车子去好了 这个做生意也不影响 死活不肯买奔驰 就记得我要死 怎么讲呢 这么一来一回都已经过去两年了 我觉得在那边 我也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有人脉 有朋友圈 还有这么多现有的客户 来为我做推荐 撑腰 这个你们这种13号19号 这几个厂房 迟早不是老有我嘴里的肉吗 一定要给你们搞一搞 对吧 我就屁肩屁肩地跑过去了 跑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是这样的 他们13号到19号厂房 都是一个村子的 还都是一个性 关系非常的紧密 我想正好啊 只要搞定一个 不是其他全部都搞定了吗 那我正准备向单位里面申请一下特殊经费的活动 给他策划一下 让像上次一样买奔车一样搞个什么自驾游啊什么的搞一趟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隔壁有伤 我也有有伤的 对不对 不光是食材市场有有伤 我隔壁的宝石街有伤给我来电话了 备胎小朋友 你不用摘飞心了 人家13号到19号的那些看颜的定金 我上个礼拜就耍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真不是一个味道了 我都已经报告打上去了 都已经等经费落实了 就要搞一个超级大计划的时候 你跟他说这种事情 我真的是有点低落 那定金也付掉了 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了 有可能就是和这个圈子交到大多了 我这个思维也慢慢的被他们带过去 你们这帮泰州人啊 13到19的ABCD F这么一帮人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这个不就是不从众 不随主流吗 人家都是奔驰 你们就那么奇怪 把卡宴买回来 整天就开了个卡宴 在厂房的这个主通道上 这么来回的开 搞得了石头灰 什么到处都是 这是讨厌死的 你们以后生意不会做得很好的 你想想以前人家那个六号的下场 以后大生意 人家都不跟你一起玩来 你还这么搞 你们以后没生意的 你们要是没生意 真的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不要怪运气不好 我那个时候 当然比现在年纪还小一点 心态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么好了 心里不爽 就是要说的是吧 但是这13到19这帮人呢 他们好像也没有像那个六号厂房 一样那么可怜 好像被孤立起来 反而是13到19 一口气买了那么多卡业 这我们大本营的2号3号4号 那些老客户 看着看着就越看越喜欢 他都没有把那个奔驰卖掉 说要换卡业了 这朋友圈子里面的买车和卖车 真是让人觉得有时候轻松无限 有时候困难无比 其实上面的这个买车经历 折射出一些常见的心理现象 这主要涉及群体压力和驱通心理 这两个概念 群体压力呢 就是指群体对其成员的一种影响 而驱通心理讲的呢 就是心理学讲的从中 那这种心理啊 使得个体产生放弃自己 与群体意见相抵触的一些倾向 做出与自身本来意愿相反的行为 想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发生变化 生活中的确有不少从中的人 也有一些专门利用人们的从中心理 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 比如说广告 宣传 新闻媒介 这种报道 通常都会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 让人不加分析的顺从某一种宣导效果 最终导致盲从 那么这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群体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社会空间 主要有三种群体形体 导致群体压力和驱动行为 第一个就是人的基因里 天生就有一种对社会孤立的恐惧感 趋向于一定的群体 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但个人被他所在的群体排斥的时候 通常会体验到莫大的痛苦 就像那个六号厂房的老板 自说自话买了个卡宴 其他市场的老板不和他一起玩了 生意也变差 可见群体对他所属的成员 是有一种力量 那个体对群体的一般状况的偏离 会面临强大的群体压力 甚至受到严厉的制裁 这种恐惧感 使得群体中的人产生了和群的现象 只有与群体保持一致 才能消除个体的不安全感 那我们看第二点 群体为人们的个体行为提供了参照 人们倾向于相信多数 认为他们是信息的来源 而怀疑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总觉得 大多数人正确的机会总会比较多 那人多嘛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尤其是如此了 你看我们前面几个厂房的老板 也就是这么 看大家买了奔驰 也就跟风买了奔驰 想想隋大聊总是没错的了 那么第三个点 就是群体给予个体的归属感 和自我统一性 使得个体渴望维护群体形象 就像我们前面说 那次全市场出动做大生意 一口气搞个奔驰车队这个例子 个体的行为 它倾向于和自己归属的群体 标准保持一致 所以实际的群体的idea 是可以导致从众的 假象的群体优势 也会对人的行为造成压力 使人选择与假象的多数的区域一致 这些不同的原因 产生了不同的趋同心理 在行为上主要表现出两种形式 一种叫真从众 外显行为和内心看法 都是一致的 那还有一种反过来说 叫做权益从众 不叫理从众 尽管内心是怀疑的 但迫于群体压力的行为 这个没办法了 那只能和大家保持一致 实在世上买车就这么个道理 前几个呢 喜欢卡燕 没办法聊着聊着被童话了 买了个奔驰 后面几个呢 心里一直喜欢卡燕 出于劝力的压力 还是买了奔驰 其实仔细想想 有一个小圈子 固然可以互相取暖 但这结果往往是 大家了 集体坐井观天 这越暖化 又觉得这井口的这块天 就是整个世界了 有几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也说到这一点 这圈子圈得太紧 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自由 总觉得 这个圈委会的成员 在虎视眈眈的审查 你各种言谈举止 无形中的这种温暖和关怀 和关心 也变成压迫了 再想到八零后作家 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 叫做什么圈都是花圈 更觉得自己 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 是不是有点过时的 如果你在实在市场做生意 卡因和奔驰你会选哪个 到我们微信公众号 备胎缩车留言 来发表你的看法 那在这最后 请允许我引用一次 18世纪德国维新主义哲学家 创始人康德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是孤独的 我是自由的 我就是我自己的王 祝各位好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